龍軒老師跟平泰難得就是攜手創作 然後創作了一首歌曲 所以是一種親子間的文化傳承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說你們跟北港有一段緣緣 我們啊 因為我小時候就經常去到處表演嘛 我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對對對 就是他很小的時候我就帶他到處去玩 然後就到了那個北港 然後到了草林宮去拜拜 那邊很熱鬧 是 對對對 然後去那個許願這樣子 然後還有很多好吃的 有好吃的 主要是去吃東西 真的嗎 那請問吃的東西裡面 你看你有沒有印象深刻有什麼好吃的 我那時候 嘗了一個一樣食物 叫做麵線 麵線 然後吃完之後我就一直非常的念念不忘 那個時候很小嘛 然後慢慢長大的過程當中 其實已經忘記那個味道 但是記憶當中就是 想說 有什麼這麼好吃的東西 然後後來長大之後又去之後 吃到又是一樣的感動 就長大就自己去了 怎麼講了我現在肚子有一點餓 剛剛縣長也有收到這個麵線弧是一個特色之一 那請問這個麵線弧會出現在你們的創作當中嗎 麵線弧嗎 對 會啊當然會 你知道嗎 這麼重要的 一個小 算是我的私心啦 把他寫在歌詞裡面 欸我很好奇耶 因為父子一起創作一首歌曲 其實你們的想法搞不好會有就是互相抵觸的事情 你們不會吵架嗎 吵架不會啦 就打一打再可以寫就會 對啦 父子如果有衝突 最後就是媽媽決定 媽媽決定 媽媽還不能決定 阿嬤決定 媽媽說在哪裡 阿嬤好 那請問在創作過程中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或是 特別想法 對 因為我們這首歌叫北崗小鎮 是 以前有一首歌叫做鹿岡小鎮 鹿岡小鎮紅很久對不對 對紅很久 然後大佑哥又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們要來跟偶像挑戰一下 是致敬還是挑戰 致敬 大佑哥 我們致敬 哇 我真的迫不及待 因為父子聯手真的很少見 那有加入什麼新的元素嗎 其實當初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想要呈現一個溫馨的感覺 但是後面的地方 因為有一些 北崗很多 譬如說廟啊 一些活動 然後美食 我把它加進去說 如果在旋律裡面可能會有些怪怪的 怪怪的 怪怪的 你刷狗如果變成是旋律啊 我想不到 你刷狗狗狗 你刷狗好吃 這樣聽起來就怪怪的 所以我們想要變 rap 變 rap 對 我想說再這樣溫馨的歌 然後加一段 rap 就可以同時 同時很懷舊又很現代 我很期待 因為龍泉老師都很少 rap 這個東西出現 當然是他唱 不是我唱 好的 那聽這首歌也會在我們的音樂會裡面出現 是不是 當然 這是我們的最重要的一首歌 可是我有一個小八卦想要問一下 聽說在這次音樂會 聽說在這次音樂會 有兩位在龍泉老師的生命歷程中 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女人 也會來到北港跟你相聚嗎 就是縣長跟處長 是的 不然是如此 那今天聽上去 不能不能吃縣長的豆腐嗎 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看板很特別的 手繪的 也是那種厲害的畫面 很像一個電影的封面 而且特地把我畫得帥一點 對 你是男主角的意思嗎 就是頭比較大 可是這裡有三個耶 有三個嗎 你是看到誰啊 林小 這位我特地介紹一下 他是你的 丁曉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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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在 我們大學生畢業的時候 我們合出一張專機 是 一人唱五首歌 還有合唱 所以我們是 我們都對外說 我們是當年的螢幕情侶 螢幕情侶 對啊 現在看起來也是有這個畫風 我一直不是很承認 但是 我們還是不要對外這麼說 螢幕情侶 你們已經是螢幕情侶了 那另外一位是 好 學進人那是我 高中大學 然後呢 我在比賽的那一首歌 有出道很重要的那一首歌 是 是他跟我一起去比賽的 哇 我們當年就是唱這首歌 然後就得第三名 第三名 我覺得是因為他的原因才得第三名 那不然會得第幾名 應該第一名吧 沒有 他沒辦法唱我可能就沒了 哇 好的